看下了 看下了 大家先别笑 先别笑 现在已经网上 已经开始有人说我了 说徐志诚脱口秀没什么实力 全靠脸 真的 听到这些质疑 我才意识到 原来我还是个脱口秀花瓶 真的 我现在听到这些质疑的 那种心情 就跟那些爱豆是一模一样的 就我现在特别想跟你说 你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我就感觉就为了 让我们双方我和爱豆 都摆脱这种质疑 就应该换一下 让那些爱豆来参加脱口秀大会 我去创造营当练习生 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 就是我在线下的时候 很多演员介绍我的时候 会说我是脱口秀陆寒 这个就是开玩笑 这个就是开玩笑 为了喜剧效果 但是有很多观众 他就当真了 结果有很多误会 有一次我在这个湖南 湖南那个卫斯大楼 湖南 我在这个湖南卫斯大楼 一个观众就认出我了 他就在那里喊说 陆寒 陆寒 当时所有人都在那里 开始找陆寒 我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我说这可千万喊的别是我呀 结果就是我 他过来说 说陆寒 你给我签个名吧 你给我拍个照吧 真的 你在看旁边的 看我的表情都懵了 说这不会就是陆寒素颜的样子吧 我说陆寒素颜的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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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 还是得靠长相 接下来给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这个长相 可能靠不太住的一个领域 就是恋爱领域 真的我在谈恋爱这个地方 这个长相就不怎么占优势了 虽然我一直在想着 靠幽默来弥补 但我发现还是不够 因为有一次 我跟一个女生聊天 聊得特别开心 她笑得都不行了 但是她看着我 突然冷静了下来 说志胜啊 你要长得帅点该多好啊 我在高中确实很认定地 追过一个女生 我当时为了给她表白 我还特意写了一首长头诗 但她根本就没有发现 我这个巧妙的设计 她就没敢往那儿想 真的我的朋友 之后还给我总结表白 失败的时候 我朋友还给我总结经验 说志胜啊 该长头的不是诗 我还会耍一些 真的我为了追她 我还经常耍一些小心机 有一次我给她去买东西 去外边 然后回来上楼之后 我就发现外边下雨了 我就想着 我要给她营造一种 我冒雨去给她买东西的感人场景 但我又不想下去淋雨 我就去水管那儿 开始往自己身上浇水 然后当思路路的我 出现在面前把东西递给她 我这时候一句话没说 扭头就走 留给她一个潇洒的背影 但没想到这个背影不光潇洒 还很干燥 就是我前面都湿透了 后边一滴水都没有 这个姑娘都懵了 说你这是怎么做到的 你是跑太快了 后边的雨没追上你是吗 而且你在高中追女孩 那些女孩还会带着 她们的闺蜜来看你 当时我就在那个课间 给同学在那儿闹着玩了 然后我就看到她带着几个姑娘 出现在了我们教室门口 我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就看见她 在那里用手指了指我 然后就传来了一阵爆笑声 当时我感觉还挺甜 她在笑 我在闹 虽然追女生确实很难 但我发现我的女生缘特别好 就是因为女生也很难遇到一个 像我这样的男生 就是能给她很多快乐 但又不用担心 自己会陷入爱情的陷阱 但是我也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这些女生 跟我出现的时候 一般都是结伴出现 就她们确实很喜欢和我相处 但是又不怎么喜欢和我单独相处 所以我现在的心态 我也发现了一些变化 我就看到一些好看的男生 在那谈恋爱 但是又给不了 那个女孩快乐的时候 我就在那想 我说她谈恋爱 也没有什么实力 就是靠脸 她就是一个恋爱的花瓶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